Hello,你好,我是陈俊明 今天将和你们分享这本书叫《我爱生活》 里面其中的一个故事是 一束不同颜色的花 野猪老师学问又多又好 上课的时候还经常给同学们讲故事 同学们最爱上他的课了 这天野猪老师生病了 听到消息的时候同学们都很难过 身为班长的小熊想去探望他 可是却不知道应该带些什么礼物去才好 小熊又想 班上应该还有很多同学 也想去看看野猪老师吧 于是他给每个同学打了电话 还说了一句悄悄话 第二天小兔子 小松鼠 小花鹿 小猴子 和小熊 都来探望野猪老师 每一个同学的手上都拿着一枝鲜花 要送给野猪老师 班长小熊 送的是一枝红色的 像脸蛋一样大的大红花 长耳朵 小兔子送的是一枝橙色的 像美丽的女孩一样漂亮的玫瑰花 喜欢跳来跳去的小松鼠 送来的是一枝黄色的 像天上太阳一样亮的大菊花 不爱说话的小花鹿 送的是一枝 暖暖的 紫色的 胡鸡花 最后 聪明的小猴子 送来的是一枝 白色的 纯洁的 百合花 小熊把大家的花 都插在花瓶里 野猪老师 看着床边的那树 五颜六色 美丽的鲜花 高兴地笑着 他说 你们每个人送的鲜花 颜色都不一样 放在一起 真是好看 同学们听了 都一起哈哈大笑 大家一起称赞到 谢谢小熊 想出的好主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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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